大型水生哺乳动物海牛属于兵维物种 而真正对海牛的生存构成威胁的 其实是人类的活动 在美国每一年都有数以百计的海牛 被船只给撞伤 有的因此伤众不治 而最近更有人以空拍机拍下了民众 任意触摸甚至是追赶在海滩附近群聚的海牛 当局警告说这种行为是已经触法了 最高将被处以100万美元的罚金 甚至可能要坐牢 画面中看到几只海牛在佛州海滩游来游去 但数一数现场的人明显比海牛还要多 有民众用空拍机拍下一群人将海牛当成嬉戏对象 过程中还有一只海牛突然朝着一名男子扑过去 男子吓得狼狈倒退 佛州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 不得骚扰海牛 否则最高将被处以100万美元 相当于台币3100万的罚金 甚至可能因此吃上牢饭 尽管几年前美国已将海牛从兵围降级为受威胁状态 但佛州每年仍有上百只海牛死亡 有的是被船只撞击 有的是活活饿死 现在更被拍下有民众惊扰他们 海牛的保育显然还有许多值得努力的空间 刘勇伟编译